我们去吃北海道排名前十的寿司 我饿吃 老北京混血打野在炸黄 现在有特别兴奋 今晚在寿司竞争特别激烈的北海道 我们去吃北海道排名前十的寿司 寿司 寿司 有马 我会训练 确实是没有用的 我认识是日本的 有柚子皮的味道 特别清香 第一杯必须整个皮的 看来来来来来 美味 寿司店的啤酒真的特别好喝 续根炉子 这是水鲎 我这里也买得到的 一同吃 很脆 脂肪的味道 脂肪的味道很脆 水鲎是有名的 我带来 寿司店的酒都不过瘾 首先这个 从低到高达 这是我点的二十股 这是老妈点的上川大雪 这个国际上 吃着吃着东西 吃着东西 海胆配鱿鱿鱼 海胆配鱿鱿鱿鱼 真浓郁了这海胆的不 真浓郁 真浓郁 跟我们上次去的那个 东京的比的话 这儿的酒肴 就已经能吃出来 就是the battle 海胆配上那个 鱿鱼的口感 嗯 无敌了真的 鱿鱼鱼 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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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很香 特别香 确实是比较香 肉更紧实 然后是有点吸筋烧的感觉 红萝卜它是起到解腻的作用 鱼太肥了 鱼真的太肥了 就真的他们家的下酒菜 就特别被爱的 原汁人味那种的 没怎么加工那种的感觉 螃蟹也太多了 真的真的 螃蟹的量也太大了 这是蟹膏做的酱 它每一道下酒菜都透露的 这是白糟的感觉 真的 我突然发现一根黄瓜也在这里边混着呢 感觉是优秀的人群里边混的一个 躺平的 我看看弹幕有多少人是黄瓜 我下一个一根黄瓜 这边要青森的甜酒 然后老欧妈要吃腹柱 给酸梅的熟四欧妈喝菜还是第一个 不酸 甜 甜梅 这肉太Q弹了 太Q弹了 但没有熟成就是鲜的 味其实不是特别浓郁 但是特别Q弹 喜欢吃鲜鱼的人吃喝 老板的手艺不错 巴辣巴的一下就给包完了 大哥包这么多虾 这是木丹鱼 是木丹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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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稍微煮了一下 一口吃两个木丹鱼 这个口感什么样子这样 特别甜蝦都甜蝦肉特别厚 所以特别爽过眼 木丹鱼 这个是木丹鱼 巨大碑鸡碑 原本是这么大的 真的太大了 没见过这么大的 这个碑鸡碑真的是光看就好吃 太脆了 可以说是我吃过最脆的一个熟四 这个泥鱼是代表北海道的鱼 只有北海道才会有这样的熟四 其他东京什么你吃不到这个 很容易坏 这种处理起来特别不容易 如果要在东京的话 这一道可能是小鸡 但是在北海道就是一型 特别肥真的很好吃 金子北海道当地的食材的这种感觉 特别浓厚 鲑鱼子 一粒一粒是爆开的 然后中间那个筋特脆 背和鱼子的组合那种感觉 超级好吃真的 入口即化了 真的 它不是靠肥 它真的是入口即化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一直是白鱼 突然给你来一个红的 本来就很好吃 但是这东西质量特别好 它这个金香鱼中的粘嘴 有点像蟹膏那种感觉 我也吃过很多 但是这个口感的金香鱼真的不多 这也是在北海道捞上来的金鸡鱼 在Kushiro捞上来的 我觉得它这个肥不输金香鱼 就是每一层肉之间都很厚的油脂的感觉 金鸡鱼在日料里面很高级的鱼 这个特别北海岛 在东京的高端寿司店不可能有三文鱼 这边绵密 肉特别紧实 上面的葱味也很浓 有意思 就是他们家的寿司特直接 上面的鱼特别大 寿司醋不是我喜欢那种的 它不太酸 更能体现这鱼的咸 我有点期待海胆会不会再出来 这个价格如果要出来的话无敌了 在Ishikari捕上来的皮皮虾 这皮皮虾超级厚 而且特甜 在日本吃国产的东西要比进口的贵 而且都是北海岛的 芝 兴曼卷 唯一一个是九州的 肉口鸡化 鸡蛋 鸡蛋 老妈鸡蛋最 很浓 有点像甜点 结束的味噌汤 虾头 最后送的海胆 买单一共四万五千日元 谢谢老妈 大概是两千二两个人 大家这个品质怎么样 我感觉你们要来北海道想品尝高品质的瘦瘦 马克思来他们家没有问题 他们家用的食材 除了最后的兴曼以外 全是北海道本地的 老妈吃的也非常开心 喝多了都 满意 非常满意 那我们明天去北海道排名第一的汤咖喱 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也希望您多多点赞 多多支持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托了 拜拜